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今天的比特币有一个非常大的回调 从历史,可以说是历史上 当日比特币回调下跌最多最多的一天 那它直接从最高点42万2美金 直接跌到了最低点3万美金 回调率到达了27% 我这几天其实我的私信也是爆了 很多的人都问我现在该怎么办 是不是该卖 很多人问说现在回调了是不是该进场 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我们今天会针对今天的这一次回调 然后我们来讲一讲我们之后 要如何应对和应测 新手不要错过了 今天这么好的内容 我们复活不多说 Let's go 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如果今天这期视频对你觉得有一点点的帮助的话 记得要在下面一定帮我点个赞 好吗 再把下面赞点烂 好吗 那我们复活不多说 先说一下我们最近说到这个回调的事情 这个回调它调的是非常非常大 这个篇幅 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的话 一定是适应不了的 但是我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加密货币的市场来 其实加密货币呢我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 因为这个这么大大幅的调整呢 其实在加密货币这个市场里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啊 每次啊在牛市一段时间以后 因为之前从2万到4万美金已经涨了 涨了差不多一个月了啊 从2万到4万美金从来没有掉过 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在任何市场上都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包括股票市场 它是也有回调的 那如果这个东西一直在涨 它不跌的话 那它就不是我们的 对吧加密货币市场了 对吧或者是一直在涨的话 也就是不是股票市场了 那就是直接是提款机啊 我们随时要钱随时去里面提款就好了 每次在出现这次回调 出现这些回调的时候呢 所有的一些新闻啊 或者都会报道说啊 比特币又跌了 比特币又跌了 怎么怎么样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从2万涨到4万的时候 有多少媒体出来说呢 很少 但是每次媒体 只要看到比特币跌的时候 就会打死炫耀 说又跌了怎么样 其实这些媒体呢 他们呢 也是有他们的目的的啊 那其实这些媒体呢 说实话呢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那他们呢 你想他们都是为谁工作 他们都是为政府工作的啊 那这些人呢 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 那就是因为啊 比特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很多一些货币都是啊 去中心化的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想让你把更多的钱 去存到银行里面 而不是去购买比特币啊 那呃 这个呢 其实啊都是自要的 那现在其实我们看一下啊 在这个2016年到2017年的时候 其实2017年大家都知道啊 之前是有一个牛市的高峰 那这个时候呢 在2016年到2017年的时候呢 有很多次在上涨的时候 都是回调30%和30%以上 30%到40%之间吧 所以呢 这个队伍来说呢 其实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回调啊 就是一波 其实我说白了 就是一波这个机构开始割韭菜了 因为韭菜进场的人够多了啊 很多人其实受不了这么大的这个跌幅啊 这是一个怎么讲 一个人性啊 很多人就是受不了这么大跌幅 就会卖出 他就会把这些人割一波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上次我在发上一个视频的时候啊 其实我是在发视频的这个三四天前录的 那个时候呢 才三万美金一个比特币 那我在发的当天就直接飙到四万了 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 这个哈利 你是不是把这个视频发错了啊 今天已经都四万了 你发怎么才三万 就是在三四天的时间 他直接从三万跳到四万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一个东西啊 不因为大家可以想一下 从比特币从刚开始到现在 总共最高点才四万两千美金 他从三万到四万只需要了一个星期 大家一般人明眼人都知道 这是一个不正常 以兵现实这个看见 看起来就是机构在带节奏 对吧 带节奏了完以后呢 在割了剥韭菜 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呢 当时我就是在在等回调 那今天回调了以后呢 哎 我又少量买入了一些 我的其他的一些货币啊 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大家也不需要惊慌 因为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定在奉劝大家呢 如果你也习惯 如果你要做一些投资的话呢 做一个长期的投资者 而不是做一个短线的交易员啊 因为我个人是不会做短线的交易员的 我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做 因为这个跟股票还是不一样 这个币这个东西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如果做短线的话 就是在纯赌博啊 就是在纯赌博 然后呢 以过去以往的数据来表示的话呢 在加密货币方面 长期持有者的利润 大过于短线交易者啊 大家记住这句话 所以呢 所以呢 它跟股票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这边呢 也是我把我自己的建议给大家 但是大家呢 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来 做自己的决定啊 这只是我的一个个人建议 好吗 其实啊 大家可以这样想一下啊 从2万到4万美金 没有任何的回调 这本来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所以那现在回调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啊 那其实我们换句话来说呢 其实啊 比特币呢 它不是掉了啊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的一个数据啊 比特币呢 在一年里面涨了43%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涨了啊 101% 然后呢 在一周里面涨了18% 其实你看这个数据的话呢 其实啊 它总的来说还是涨的啊 只不过它短期呢 是有一部分回调 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啊 在交易市场里面的所有的比特币 只有啊 这400多万枚比特币呢 在市场上是流通的 那其他的这些比特币呢 其实都被人已经装进了冷钱包里面 那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去购买 那这个市场上流通的这个比特币呢 越来越少 它的价值呢 就会越来越高 这个只是一个啊 非常简单的这个 关于经济学的一个这个 供应跟需求的这样一个关系啊 大家应该都不 大家这个东西都能理解啊 不是很难 还有一个事情呢 就是说 现在每天 现在每天全世界只产900枚比特币 全世界只产900枚 那光grayscale这一家啊 这个对冲基金的话 就是grayscale啊 就是灰色对冲基金 好像中文是这样啊 那他们这一家呢 平均在过去的半年里 每一天买的比特币是2700枚左右 所以呢 他一家机构就会买每天新产出比特币的三倍 这还不算 Microastrology 这还不算PayPal 还不算Cash App 还不算其他等等大些 那些其他大的一些啊 对冲基金 光这一家就已经买了这么多 那这个呢 更可更反映出来了我们的供应和需求的关系啊 所以呢 呃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长期来讲呢 今年啊 一定会是一个比特币的牛市 短期的这只是一个回调 那很多人问啊 这个时候之前买的应不应该卖 现在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场的时机 那之前的话呢 如果你买了 我不建议啊 你去卖 但是你卖也没有关系啊 这是完全你自己的决定 但是呢 呃 我作为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最少会把比特币啊 第一次 如果我要第一次出的话呢 我目前打算是在10万 10万美金的时候 我会出一些比特币啊 和一些其他的货币啊 但是 这个时是我现在的决定 到底到10万我会不会出 或者是到10万之前我会不会出 呃 这个我还没有做好一个决定 但是呢 不用担心啊 我会实时的在YouTube上面 跟大家更新我的情况啊 我什么时候会买进 什么时候会卖出 那现在很多人问啊 尤其我周边的一些朋友 最近也在私信我 说现在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 进场的时间 那我觉得呢 其实现在的话呢 其实是这个回调过后呢 其实最近啊 应该是比较一个稳的了 那我们可以少量的啊 入场一些 我们可以少量的入场一些 如果再跌的话呢 再买一些啊 永远是用这一个啊策略 我现在也用的是这个策略 叫dollar cost average啊 逢低买入啊 涨的时候我肯定是不买的 然后呢 它跌的时候 每次回调的时候啊 只要超过20% 超过20%或30%之后啊 我肯定就会少少量入一些啊 我想买的货币 那如果之后再跌的话呢 我会再购买一些啊 呃 我觉得这个呢 是一个长期投资者的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策略 那我最近呢 一开始 我之前也是吃过很多亏啊 就是在一次的情况下 我买了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呢 它回调了一点的话 我就感觉我受不了了 那我也是那个时候呢 也是我刚开始玩这个东西啊 现在呢 我已经改变了我的策略 所以呢 如果你作为一个长期投资者的话呢 你可以考虑一下我这个策略 对你来说是否实用 那我们最近又得到一个消息啊 美国总统呢 马上就要换任了啊 下一届总统呢 拜登呢 他其实是民主党的啊 那然后呢 最近的选举呢 又是现在呢 民主党控制了啊 众议院参议院 在押总统 全是民主党的 基本上他出任何法案 我可以说啊 基本上畅通无阻 所以呢 在拜登上台以后呢 他已经说了 要做两件事情啊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每个人2000块钱啊 美国所有人 有2000块钱的这个补助 那之后呢 还要再退出一个啊 关于一个30亿的 非常大的啊 30亿美金 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补助计划 那这样的话呢 会造成什么样的东西呢 当然呢 美元啊 会持续贬值 这是无可厚非的 然后呢 美元贬值着意味着什么 所有的股市会涨 比特币会涨 黄金会涨 房地产会涨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都会随着啊 国家政府不断的印钱啊 不断的给大家去 可以说撒钱啊 然后呢 这些东西都会涨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啊 很多人 尤其是现在很多基金 把钱放进了比特币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比特币 对他们来说呢 其实是一个 避风港 是他们一个保值的 一个东西啊 而且现在又是在这个 供求跟 需求跟供应 差这么多的一个情况下 在未来的四年 基本上现在之后呢 美国政府 美国这个民主党掌握 整个政府的这一些 中医院参议院的情况下呢 我个人感觉啊 以拜登性格呢 他会持续做啊 未来持续几年 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至少在未来四年 从今年开始 2020年到2024年啊 比特币市场 我觉得基本上都会呈现一个非常啊 高的一些牛市 那很多人开始问我啊 说是 哎 Harry能不能再讲一讲 这个 以太坊啊 我个人觉得以太坊呢 现在呢 还是 没有达到我的预估值 我觉得他现在呢 是 他的估值是 远远被人低估了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17年的时候 他最高到达了1400啊 就最高峰1400 那现在呢 以太坊呢 其实还没有到达这个零点 未来一几周 有可能会到达这个零点 但是现在还没有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比特币从17年啊 19,000的最高峰 到现在已经基本上啊 到之前的42,000的时候呢 已经基本上翻了两倍了 但是呢 以太坊远远的 现在还是在1000左右徘徊 还没有再开始再往上冲啊 所以呢 我觉得以太坊呢 还是一个 大家可以值得参考啊 可以去研究一下的这个 我觉得他未来的涨幅呢 会 会非常的不错 尤其在今年啊 这就是我对以太坊的一些观点 那不管怎么样呢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的话呢 就是啊 参考 如果你想做一个这个长期投资者的话啊 在币圈里面藏着投资的话呢 而不是说短期牟利的话 我建议呢 就是用我这个策略啊 不管它涨或者跌 我觉得呢 就是说啊 只要逢低买入 涨的时候不要买啊 每次回调的时候啊 少量的买入一些 然后呢 持续的去购买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这个策略呢 也是我在用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呢 都是可以参考这个策略 如果你对我的投资计划 有兴趣的话 知道我想知道 我投资了哪些货币啊 投资了哪些啊 股票的话呢 在下面呢 有一个连接叫 投资带我飞团啊 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然后呢 了解一下啊 我会实时的在里面去更新 我所有的虚拟货币和股票里面的实时买出跟买入的更新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帮助的话呢 在下面一定要帮我点一个赞好吗 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呢 打开那个小铃铛 所以呢 我现在再出任何新的啊 影片的时候呢 你不会再错过这么精彩的内容 那今天的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